咱们在这个华中街和这个东太平里往右走 这大概有20米的这个小街 它叫爱民街 再往里走的话 它就叫杜岭街 然后咱们也看一下 这边的咱们看到的这个就叫爱民街 它应该是郑州市最短的街 大概有15米到20米那么长 这个就是爱民街 它一拐弯往左手边一拐 这边就是叫杜岭街 现在这边就是属于杜岭街的一小部分 大家好我是何时何地 何时何地 现在时间是中午时间12点25分 然后咱们现在是在华中街 爱民街和杜岭中街交叉口 然后咱们拍一下这一块 然后咱们拍爱民街的时候 顺便也把这一小部分的杜岭街拍一下 过一段时间咱们也会拍杜岭街和这一种 还有西里路 东里路 包括人民路之类的 这一块的房子应该都是属于单位房 和那个东太平里那一块不一样 东太平里都是小红砖房 然后这一块都是应该是属于单位的房子 这一块因为也是靠着这个庙和这个东太平里 所以说也有很多这种祭祀用的一些店 像这种这种房子它应该时间比较长一点 奶奶好 这个房子应该时间长了吧 长了 这个房子应该这是单位的房是吧 原来是单位 现在都称私人的 它是以前是哪个单位的房子 乌茂公司 乌茂公司是吧 这房子应该有 三四十年了 九零年八零年 八零年 八零年开始改 八九八八年八零年 八一八二 那也没问题 三四十年了 再往这边走就是174号 刚开始阿姨说的这里面有个红楼 这个楼应该是七几年左右建的 奶奶好 咱们这个楼应该盖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了吧 咱们那个楼应该是盖的时间比较长一点是吧 就这个前面的厂 那边端 咱们这个属于哪个单位 这是房管局的房是吧 不是也不是说正常放管局 也有四方 也有四方 放开放 放管局 放管局捡的 他捡了以后就是说 这个漆应该是近几个月刚刷的是吧 不是 你不是这样是 顶上的红就不是 顶上的红是可藻都有 顶上的红是可藻都有 然后这下面的都是刚刷的 下面就是有这个烂影一下的是 这种黄的都是刚刷的 这种黄的都是刚刷的 上楼是在刷我回去吃黄的 妈 这在隔边吧 刷一次刷的是黄 这边的房子都是红砖房 他应该就是79年到80年左右盖的 然后往里走的话 咱们还能看到那边有一个青砖房 他应该时间应该说长一点 这种老社区相对而言 这个社区还是比较干净一点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间的 这边的是红砖的二层小楼 然后这边的是商品房 然后最后面的叫青砖房 这边的这种老小区 相对而言没有那么脏 也不算太乱 因为他整修了 应该是整修了以前 咱们以前说过就是说咱们以后拍街道的时候 尽量进周边的小区或者是社区里面拍拍摄一下 就是说看他的老小区老社区 现在咱们又回到这个杜岭中街上 然后走到头的话 咱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杜岭街 然后前面就是回生馆 前面就是到杜岭街 和华盛街的交叉口 然后这个 喝水 爱民街和杜岭中街 咱们就拍完了 这边就是中院图书商商 回生馆 然后前面就是杜岭街